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体验看看这个所谓阵营战的这个就是如何去打阵营战的这个模拟 那他的这个参加方式的其实很简单 当你在这个官方网站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进杀虫站的这一个网页 那他有必须要先登录账号 所以你必须要用你自己账号登录的方式 然后选取你可以玩的这个伺服器还有你的角色 那这个选择的部分呢其实是为了之后让你领取奖励的时候去用的 好当你全部都设定好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像这个画面所显示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分成两个阵营 第一个是巨女皇 那第二个的就是杀虫 不过你加入哪一个阵营啊 他是官方是你进来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是随机分配的 所以你有可能在巨女皇 也有可能在杀虫 所以不能选那你有可能跟你的朋友是分开 不过这个无所谓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已经选择 诶我已经加入了 我选完之后他是把我分配到这个 这个巨女皇的这个阵营 我把画面放大一点 我分配到这个巨女皇阵营 然后这边的话我可以选择两个选项 攻击跟投鼠 那可能大家对这个设计来说好像不大理解 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说明 好那他的这个活动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他这边活动介绍我们先看 活动时间内玩家随机加入巨女皇 或者是杀虫的其中一个阵营 随机加入 每天可以进行敌方阵营 进行攻击的损伤 就是你可以去打对方就对了 然后最后胜利的阵营会提供阵营的 那个优胜奖励包 好然后再来 这个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活动期间内共有两期阵营投注期间 也就是说你可以下注说是你这一方会赢 还是对方的这个阵营会赢 然后每期可进行投注预测 当期活动结束前会胜出的阵营 就是你去猜谁会赢就对了 然后如果你预测成功的话 就可以获得投注奖励包 好那这边的话第二期奖励 第二期将会投注 9月18号当天 游戏内获胜哪个阵营数为多 这个有点饶舌 9月19号 在这个官方网站公布 不管他 这两个奖励之外 还有第三个奖励 第三个奖励就是登录奖励 好那他的奖品就是 这个最佳助阵奖 那只要登录5次 含以上 就是活动期间 就9月10号到9月18号 也就是从今天的中午开始 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 好然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活动奖励包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阵营优胜 或者是师弟的 其实都会有奖励 也就是通通有奖 你只要参加就会有奖 好然后投注期间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9月15号的 这个 23点59 还有9月18号 这两天 这个 这边是礼拜三嘛 21点00分 然后再来 下面这边有一个奖励项目 这个就大家自己去参考 因为他也没有想写说里面是什么 他的奖励内容应该是 应该是取得方式不是奖励内容 这个取得方式 这个阵营优胜奖励包 就是你只要赢的话 你就可以有这个 那如果输掉的话呢 你就是拿师弟奖励包 好然后再来 预测成功 如果你成功预测到 谁会赢谁会输的话呢 就会拿到这个 投注的奖励包 好然后如果 连续达成五次登入 函以上 你就会拿到这个 最佳助阵奖 好 那这个是奖励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玩法 他这个玩法其实很简单 前面这两点就是跟你说 你选择登入之后 输入这个伺服器跟角色名称 那输入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做更改 所以你务必要确认你的伺服器跟你的角色名称 是完全正确的 好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他会随机把你分配到巨银女皇或者是杀虫其中一个阵营 就是你也不能选 他进去之后就是自动去把你分配 好所以反正就是自动 你只要参加第三点就可以了 每个阵营都会有积分防御攻击三种状态 那所谓的积分呢 这边有写的积分就是依据玩家角色身上 记得是要用你登录那一个 好玩家角色身上英雄等级以上的变身或娃娃的持有种类 比如说你有三只变身 三只红变三只红娃 那这样可能就算六分 这样总共加起来就对了 好那用这个作为阵营的积分分数加成 好那如果你是用这个防御状态的话呢 他会依据阵营中角色装备的盔甲强化值 就你什么加4加5加6加7这样子 去加这个分数 那如果是攻击状态的话 想当然就是用武器强化值 做成这个强化的分数 然后这个整个阵营的分数 包括积分防御攻击 好会以前一天 就是你今天他说攻击当日状态为阵营 阵营中所有角色前一天最后持有或装备的电子记录 就是你今天的分数是前一天 昨天在昨天更新之前的这个分数 你那一天穿什么装备 所以不是受到今天影响 是你会受到昨天的这个装备的状况来影响 然后再来玩家在活动期间 每天可以对敌方阵营发动一次攻击 好那如果你选择一般攻击的话 会依据阵营的这个攻击积分造成对方阵营固定积分的伤害 也就是说一般就是直接打就对了 那如果你选择是暴击攻击的话 好有机率会让敌方的阵营打到两倍的积分损伤 但是也有可能会毫无任何的伤害 就是灰空就对了 这个暴击就是毒运气 好那一天可以选择一次攻击而已 然后阵营的血条损伤积分防御攻击不会当天更新 会在隔天的早上八点结算前一日的这个总积分状况 就就像第四点说的阵营的这些东西是所有角色前一天最后只有的这个 分数一样也是用前一天计算 所以这个阵营的分数呢 今天的阵营分数也是根据前一天的状况来去做一个计算 然后再来最后一点就是投注的部分 投注的部分说玩家的 就是可以投注两次 那一旦点选投注的这个你的标的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再更动投注的阵营 就是你只能下好离手 下好离手 那第一次的投注期间 他这边有写9月10号的中午12点 就是从今天开始 中午12点一直到9月15号的23点59分 那隔一天9月16号去开奖 然后第二期呢 9月16号开奖的那一天的中午12点开始 再到9月18号的晚上9点 这个是第二次的投注期间 那开奖的话是9月19 9月19 就是隔一天就对了 那上面呢这些就是这个 沙虫站的前哨站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现在来试玩看看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那小兵现在被分配到的是在巨鱼女皇 这一个阵营里面 那敌方阵营当然就是沙虫了 那我现在已经登陆一天了嘛 我先来做个投注好了 哇怎么会这样子 欸攻击 好OK好 刚刚投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投注 来我现在攻击喔 我现在在这边有说明喔 说选择一般攻击会造成敌方一倍伤害 好选择暴击攻击会造成敌方两倍伤害 或者是没有神伤 好那点击项目就会这个送出攻击 来我确定一下 好下面这边有得选喔 好这边我要选择一般攻击还是暴击攻击 那目前来讲应该比较少人在参加 所以我们先选择一般攻击好了 好暴击攻击当然是人数越多的时候 他打出去的这个伤害会越多 所以现在应该没什么人参加 我就选择一般攻击 我再按一次会怎样 好今日攻击次数已经用B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来说 这边也还没有显示什么资讯 这个 滑鼠移过去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所以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内容 我们再按一次 好没有确定没有 攻击选爆击 好不行 好那目前的话这边是看不出东西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投注咯 好可以了有攻击之后就可以来投注了 我选择谁会赢呢 那我选择这个应该要选赢的嘛 那我当然选我们自己这边啊 距离女皇这边一定会赢 好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就跑出来了 他这边有写说 呃这边投注阵营 好我是投距离女皇嘛 那胜利阵营到时候就公布了 好那这边第二期也是一样 现在我还没投注 好所以是这样子 那目前来讲参加的人数好像比较少 好大家 这个在距离女皇投注的人数比较多一点 好158人 那这边沙虫的话是105人 好大家想要玩的 可以来玩玩看这个活动 好还不错 好就是让玩家有一个概念说 诶距离女皇跟沙虫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阵营战是怎么玩 其实你在体验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这个 呃无意试下 其实你已经加入了所谓的阵营 好虽然说这个阵营是随机分配的 不过在游戏里面的阵营其实也是随机分配的 你可以 呃你加入之后反正你就是去抢 去完成你的任务就对了 好一样是攻击对方 然后来获得这个分数 好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这个 这个沙虫战的 呃 陣营战的说明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大家可以先去这个活动 在官网 好那我也会把网址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 好右上角的资讯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 那这个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帮小编按个赞 按个订阅跟分享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